来看看很多人会在路边停车特别去买一个面包 但是有民众就在夜市的面包摊前直击到 有员工疑似是打翻了面包架 这些面包掉落了满地 但是员工却是分头的把这些脏面包又捡起来 拍一拍装没事 那么跟干净的面包一起放在面包架上 民众质疑说难不成要继续卖吗 如此一来还真是太恶心了 打翻的几十个面包散落一地 员工分头在地上捡 不过这些脏面包不是要捡起来丢掉 一个转身放回到架上 难道还要继续再卖 蹲下身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 捡了再捡 转身往后走跟其他干净的面包放在一起 看起来两个员工还会先分类 摔到碎掉的面包放一堆 还算完整的拍一拍灰尘再放回面包架上 拍到的民众质疑 这样吃到会拉肚子吧 这样是不好的 这样它会很脏啊 太蜘蛛了 我觉得会是很不好的样子 不好 实际来到被民众拍下的夜市面包摊 租来的骑楼空地就在这边摆摊卖面包 当时是下午四点多 两大推车的面包刚出炉 可能是员工不小心打翻才会掉满地 为什么是哪里来的 没有互动 因为我不晓得他们是哪里的 再看一次这样的画面 脏掉的面包业者装没事 拿起来直接放到干净的面包架上 脏的干净的全都混在一起 实在让买面包的消费者很担心 专选陈思源张浩凡卢林营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